出生在浙江泰州仙居县关禄镇永诗村,从小成长于苏州的李孟文,把自己称之为小娘鱼,天赋出色的她,也是前江苏女族外教杰斯林爱徒。 昔日的这段缘分,成就了她踏上前往巴黎的流洋之路,仙居姑娘有天赋,踢了三年球,就进国家队,早遭入选田径队,一路跑了试运会。 直到五年级时,李孟文被苏州市体育运动学校足球教练王建军慧眼相众,从田径转到足球,开始接受启蒙训练,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,就先后入选江苏省队和中国女足博少队。 17岁时,李孟文出现在了U17女足世少赛的赛场,在2013年的全运会决赛赛场,李孟文打入一球,帮助江苏U18女足2比0战胜河南队赢得冠军。 这条苏州的小鸟鱼,已经在铿锵玫瑰的舞台上,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。 它有两个家乡,一个是苏州,另外一个是浙江仙居,与偶像双向奔赴,李孟文跟着女足赢得亚洲冠军。 没想到的是,在跟随中国女足赢得亚洲杯冠军后,原本远在天边的偶像,主动向李孟文道喜。 李孟文用自己的努力,找到了正确的打开方式,得到偶像的祝福,李孟文圆了一个梦,随后开始为下一个梦想继续努力。 为了兑现这句话,李孟文努力了很久,后者曾经也执教过江苏女足,对于铿锵玫瑰有着较深的了解。 其实,原本李孟文的计划是去意大利踢球,结果,他就是向杰斯林征询流量欧洲的意见时,却得到了恩师的一个直白回应。 想不想来巴黎,李孟文很惊讶,不过,他很快抓住了机会,如果我不去的话,巴黎马上就会惊吓别的球员,根本没有时间来等我,从给出流量意象,到踏上巴黎的球场草地。 不过短短几天时间,李孟文再一次用自己的速度震惊了中国足坛,尽管只是替补出场,不过十来分钟的时间里,李孟文表现得相当活跃,尽管在国家队不是主力,不过在外交看来,李孟文就是最好的右后卫。